阴间神探 精彩继续 我们活索赶到卧铺撤厢 孙斌鑫和一名城警站在卫生间的前面 卫生间的门微微开了一道风 一心能看见一只血 以及一地的鲜血 刺者的脚抵住了门 我毫不容易再小心翼翼推开一点 只见地上坐着一位老人 就是之前与我们同在一个车厢的那个 他穿着一件廉价西装 里面是毛险衣 胸口被捅了许多刀 毛衣已经被血染红了 地上的血已经开始发黑 我试探了一下死者的颈静脉 又翻了一下眼皮 死亡时间很近 我问他 死者发现的时候 卫生间是反锁的吗 成警回答 没有 是我说乎大意 因为门上显示无人 我来回两次都没有推开检查 刚刚有一名乘客使用卫生间 发现门推不开 我过来用力推 发现里面有死人 就跟这位孙小姐说了 我左右环顾 发现前后车厢都没有成警 难道凶手是趁我们刚才抓捕毒贩的时候 信凶的吗 所以没有被目击呢 这名凶手也太猖狂了 我进去检查了一下尸体 死者胸口的刀伤和密集 但是都没有刺中心脏 因为有毛衣遮挡 我没法仔细检查 暂时也不方便使用听古墓 我松了一下他的口袋 找到钱包 手机 身份证等物 老人名叫潘根生 他的钱包里有一个年轻人照片 从长相看似乎是他儿子 我在他手机上发现一条 没有发出去的短信 写着 我看到那个害死我儿子的人了 他竟然还在干老本行 田里何存 老人的死 似乎与这个毒贩集团有关 我注意到老人手上有血迹 拿起来一看 他的左手掌被割了一刀 乍一看 似乎是握住凶器 反抗被割伤的 可是仔细一看 就发现有蹟跷之处 一般人持刀 刀刃都是冲下的 被割伤的零是指腹才对 但是 左手手指上确实有被刀背 勒出的一道痕迹 证明他确实是用手握住了刀 我拿起老人右手 比对一下才发现 他右手是惯用手 这也有些反常啊 在危机关头 应该会用惯用手去抵挡才对 我站起来环顾四周 墙妹的剑血位置很低 血量也不多 这有点反常了 毛衣确实会吸血 但是剑血位置这么低 难道老人是坐着被刺死他们 这个命案处处透着矛盾的气息 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退出来 挥了挥手 先把尸体抬到餐车去吧 城景露出为难的表情 可这边离餐车很远啊 一路抬过去 肯定会引起恐慌的 现在车内气氛已经够紧张的了 这的确是个很实际的问题 孙冰心建议说 要不把车门打开 从外边抬到餐车 我出了一眼车窗外面 外面没有太阳 索性在外边验吧 我联系一下当地警方 让他们待会儿过来把尸体带走 总不能被列车一直送到终点站吧 城景立刻联系其他人过来 打开车门 把尸体用一块床单遮着 抬到外面 我已经通知黄小桃他们过来 我和孙冰心下了车 我的眼睛在铁轨下面来回扫尸 果然发现一样闪着光的东西 走过去一看 是一把沾满血的匕首 通过排便口被扔了出来 我用戴着手套的手捡起来 孙冰心立刻拿出一个证物袋 他问 这就是凶器吧 我说 十有八九 先别装 你有透明胶带吗 孙冰心向城景借了一卷 我在刀柄上撒了一层海草灰 用透明胶带将齿纹完整的提取下来 尤其是匕首末端露出金属的部位 采集到一个非常完整的大拇指纹 眼下条件有限 只能这样比对指纹了 我希望待会儿当地警方赶来 可以把凶手直接带走 以免野长梦多 我把透明胶带和采集到的指纹 交给孙冰心 吩咐说 你帮毒贩全部在参车 你过去挨个采集指纹比对一下 尤其是双手大拇指 看看凶手在不在他们中间 孙冰心吐了吐舌头 我一个人去啊 你陪我吗 我笑道 我还有验尸啊 没事 城务长在那边呢 谁敢不老实 你就记下来 待会儿我去教训他 孙冰心走后 我过去验尸 我叫几名城警 手里高举床单 站在两旁遮挡乘客的事情 然后我把死者衣服剪开 我注意到胸口的刀伤很规整 虽然位置很凌乱 但是力道却很均远 另外我注意到 伤口的创面和花衬衫腹部的刀伤很像 一般这样的刀伤就意味着 凶手对力量把握得很好 是使刀的行家 行凶时头脑冷静 可是这也是有个矛盾点呢 如果凶手头脑冷静 就不会这样的胡乱刺了 应该是一刀毙命才对啊 死者身上残留一层汗水 这冲汗量也是有些反常 人的恐惧分阶段性的 特别恐惧的时候 反而不会留太多冷汗 我验过那么多尸体 死亡是出汗量这么大的 几乎是没有 当然也和个人体制有关 也许它是个容易出汗的体制 想到这里 我特意检查了一下死者的领口袖口 上面并没有太多汗子 证明我想错了 这时候黄小桃和宋星辰来了 看见尸体的时候 黄小桃惊讶地锤着拳头 顶风作案 太猖狂了 我揉了揉太阳穴 先别着急下结论 这样子我觉得有疑点 黄小桃问 比如呢 等我验完再告诉你们 对了 得帮我去找找那个毒眼龙 我拿起凶器说 这是一把工艺刀 应该是有刀鞘的 现在是节骨眼上 把刀鞘带在身上很危险 我想刀的主人 把它扔掉的可能性很大 你注意翻翻每截车厢垃圾桶 还有毒眼龙应该变装了 比如戴上一个墨镜什么的 他脖子上有纹身 可能会系上一圈围巾来折腾 找这个特征找办 黄小桃点点头 行 我这叫去 他俩走后 我拿出听古墓听了一下 死者肺部受大量创伤 另外我在肝脏部位 找到一个很大的硬块 感觉像是肿瘤之类的病变 我拿起死者鞋子检查 鞋子只有根部沾了鞋 鞋面和鞋底非常干净 这又是一个疑点 死者被捅的时候 鞋子上见到鞋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除非他一开始就是坐着的状态 种种一点在我脑海中汇聚 我有了一个模糊的想法 这起命案可能并非眼睛看到的那样 而是另有引擎 购买阴间审探VIP版本 每天至少5集更新 尽快直接搜索阴间审探VIP 就可以找到购买 希望能支持一下正版故事 感谢你们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上的微信号来咨询我 祝收听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